大家好,又是我Number 7 Watch 朱仔 朱仔今天是星期六,現在是中午12點多 有些時間錶迷未上來,我就介紹今天第二隻要介紹的手錶 就是一隻G-SHOT的停產款 朱仔一直收藏的收藏品 是一隻2016年的產品 2016年就出了一隻G-SHOT的G-Steel系列 每一次介紹G-Steel的時候,我都有一個感覺 G-Steel真的很有型 對比MTG、MRG MRG就不可以直接對比,MRG用Titanium 對比MTG 其實G-Steel也挺划算的 我自己覺得 當然,今次介紹這個顏色是一個金色襯黑色的 我提前介紹了一隻CITIZEN 黑配金 今次介紹了這個就是金配黑的G-SHOT 是一隻停產款 朱仔一直收藏 收藏了 我應該都有2016、17、18、19、21、22、23 六年多七年時間 朱仔剛剛換了新的電池 看看有沒有錶迷喜歡 拍了一條影片給大家 但只有一隻 因為真的 我經常收藏了兩隻 我打算拿一隻出來 和大家分享一下 好 鏡頭前面這隻是一隻G-SHOT的G-Steel系列 12點位置可以看到G-SHOT的字 然後是黑色的標圈 液晶體顯示也是一個黑色液晶體顯示 襯托白字 裡面的黑度、時分針和功能盤 都是一個金色的配搭 不鏽鋼的外殼 不鏽鋼的標圈 不鏽鋼的外殼 不鏽鋼的外殼 就用了金色的不鏽鋼外殼 整隻錶都是金襯黑的主調 好了 我們先看看功能 顏色就是剛才跟大家說 功能就是左下角的模式 按下模式 模式就會轉動 四點位置的小圈就會轉動 你看到現在是UTC時間 可以設定世界時間 好 接著就可以選擇STOP WATCH 對 STOP WATCH 再去就是TAMER 因為到計時和信計時 再去就是一個警告 鬧鐘 去回主時區 星期六、幾月幾日 可以設定 都很簡單易用 不太難用 這裡有個LIKE 兩點位置有個燈鍵 你看到有個LIKE 燈鍵 好了 其實G-SHOT 一般都給人的感覺就是膠錶 其實它都有金屬的手錶 G-Steel系列就是其中一個金屬的手錶 全筆手錶 全筆手錶 全筆手錶也有些手錶 195克的 還有一個大錶徑的錶面 如果喜歡浮誇一點的 喜歡型一點的錶米 就可以留意核主鍵的推介 還有質感的 你看到那個Dial 它那些內影圈 做了金色的內影圈 都是一個 做了一個金色的內影圈 都是做了一個 金色的黑度 都是特製的 很特製的 立體的 而且你看到這支錶針 都是用了一個金色的 拉絲的花紋 中間的黑色的部分 你看到都是做了拉絲的打磨 都是很立體的 它不是平面的 很質感的 而功能盤 都是做了一個金色的 功能盤 都是做了立體的 凸起的 整支錶很有層次感的 你看到 看一看 那條錶殼的配色 剛才說了 錶面 這個錶圈位置 有四顆螺絲系韻 一個黑色的拉絲花紋 做了 錶殼位置 做了不鏽鋼的金色的錶殼 錶腳位置 和耳蓋這個位置 都是做了拉絲花紋 錶帶 用了一體式的錶帶 有別於傳統的錶帶 也是這樣凹下來的 也是 旁邊做了這個拋光 整支G-Steel 都是內衝擊的 畢竟說 我自己的感覺上 是比較耐用的 比膠更耐用的 這裡就是夾雜了 樹枝和金屬的錶殼 也是用了金色螺絲 金色按鍵 旁邊這邊也是 用了金色按鍵 和金色螺絲 錶帶 就是一體化的錶帶 比較重型的 不鏽鋼的錶帶 做了拉絲花紋 反過來給大家看 錶購 錶購也是做了 拉絲不鏽鋼的錶購 上面食黑有G-Shot的標誌 按鍵有摺疊式的 薄橋沒有做到後橋 是金色的薄橋 先看看錶底 錶底也用了金色的不鏽鋼錶底 我剛才換電的時候 錶底很重手 G-ST 210系列 210GD 高的系列 然後 泰國裝喊 日本機芯 Water resist 200米防水 一般G-Shot 都做到200米防水 金色的不鏽鋼錶底 拉絲花紋 好 反過來給大家看 這隻錶比較重型 大隻一點 這隻錶是52mm的錶徑 52mm的錶徑 厚度是16.1mm的厚度 喜歡大隻錶的 型格一點的 這款就非常棒 試碼功能給大家看 對 維持按廈 按復制 按一聲 其實我們用的 拍攝時間就可以了 例如我現在的 香港 耗用那樣 按了香港 那它會自動調節香港時間 這樣 不難處理的 很簡單 好了 好了,試試拼上手給大家看看 對豬仔來說比較大一點,因為豬仔的手很小 如果見過豬仔就知道了 14.8cm的手腕 一般標迷,我上來做了一個非正式的統計 一般都去到16.7cm的手腕 豬仔14.8cm的手腕就會比較大一點 對我來說這隻手腕 喜歡大隻手腕的就適合了 好了,這隻2016年的停產款 市面也少有,所以做不到比較 豬仔推介是3168元 當年這隻手腕曾經炒過上去318-4000元 現在是3168元 如果有興趣的標迷,我只有一隻 其實我有兩隻,但我打算拿一隻出來 有一隻我也是收藏的 如果有興趣的標迷,就可以 WhatsApp給豬仔 在內容的下方有豬仔WhatsApp電話 你按更多,就展開了內容 就有WhatsApp的 豬仔WhatsApp電話 可以WhatsApp給豬仔 或者打給豬仔都可以 如果你喜歡我的頻道,就按個讚 讚一下豬仔 豬仔會找更多不同類型的號錶 和筍錶介紹給大家 如果你還未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喜歡廣東話 推介頻道的話 推介日本手錶的 就按一下小鈴鐺 訂閱,可以下次再有新標出 其實第一時間通知你 如果喜歡這個G-Steel系列 就不要猶豫了 因為只有一隻 3168元 這些是可遇不可求的 緣份的問題 喜歡的就找豬仔 到時見 好,謝謝 謝謝